大家好,昨天我看一位太极拳名家的一位直播, 当然没完全看,那位名家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, 我认为他很有道理,他叫什么呢? 念通灵之体,养好难之情。 这就接到咱们上期说已经经这个问题了, 你练的是什么?你练的是玲珑剔透, 周身通灵,练的是这样的身体, 因为咱们武术,几基,因为好多说凯极拳不能打,为什么? 他身体没有通灵,没有那种敏感度,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,太极拳叫什么? 叫避雨不能加,迎出不能落, 人不知我,我主之人,英雄所将无知。 这什么?这就说什么? 你一个树叶也不让你夹在我的身上, 你身上不受对方意虽以好指令, 你能不棒吗?能不棒吗? 是吧?这个话题,回到咱们以经经讲。 以经经念的是什么呢? 通灵知,怎么叫通灵呢? 周身,你要有灵感,灵女住,要有敏感。 换句话说,要什么?要感知。 孙禄唐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, 叫,智诚之道,何以前。 所以说,为什么咱们有很多的贤贤大能, 他能通灵,他能前居,他能逆策。 是吧?这就说通灵,一斤筋其实也是这样。 你通过气息的运转,是吧? 你先说第一步,第一步是经过调尖架, 调外形,调理你内气,内气顺达了, 是气贯周身,气变周身。 然后,开始叫什么?叫,温养你的通灵知。 这一题怎么念,咱们后续再说, 现在不适合展开说。 第二个呢,有些事不是公开说的事, 再往下说,让浩然一致气。 这个其实真的很难。 比如说,他往上一坐,一站的时候, 那气息,这是什么? 干部外形,微微移动,这是什么气息的神价。 是吧? 气息的神,你气息在缓缓地动, 养浩然之体,这个是什么? 所以为人是什么?为人要政府, 你练功才能政府。 古龙先生,著名武侠小说, 古龙先生,有一句话, 我认为很精进, 叫,只有伟大的人, 才能练成伟大的武供。 练功是什么?练功是修德。 功有德高, 德有德高, 多高。 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, 德不配位, 必有在秧。 你老背后敌骨别人, 你功能高到哪去? 是不是? 所以说,练功, 第一,练成什么? 风靈之体。 第二,养得了浩然正气, 或者浩然之气。 咱们, 其实我就是这样, 插着实实, 做人, 认认真真, 教功, 把自己知道的东西, 交给学员, 就完了。 别穿那些友人门的, 咱就插插丝丝的, 因为原来西风教练也说过嘛, 咱们有大人管的, 他上面有师叔师父, 上面我也有师父, 就这么我能呼出巴道吗? 老人家还不干呢? 我说就是这样, 这个落在哪呢? 讲浩然之气, 脸通灵之气。 这句话,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, 是一位太极权, 不明家, 讲出来的。 好了, 关于这期话题呢,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。 谢谢大家。